面对审讯 林冲写下了自己的遭遇 审讯官看见供词 相信林冲是清白的 但高太尉下定决心要害他 无奈为了保全他的性命 便让林冲承认刺杀一事 那样发配边疆几年便能再回来 林冲为了能再见到妻子 便答应了下来 然而陆迁得之后 便找到负责押送的薛霸董超二人 要他们在半路上处理掉林冲 大人放心 到不了苍州 林冲必死 好 还是薛兄爽快啊 没想到陆迁是如此歹毒 很快到了林冲被押送上路的那天 街坊们都来乡送 岳父则准备了好酒好菜给林冲送行 林冲则对岳父说自己一去 不知是多少年 决定写下修书人气改嫁 岳父则说带着他回乡等林冲归来 林娘子也哭泣着说去多久就等他多久 从前家庭事业都蒸蒸日上的林教头 如今被奸人害到如此地步 实属让人惋惜 在一番告别后 林冲便上路了 来到东京的鲁智深 被安排在一个菜园子里干活 附近的小混混见他是新人 便想设计欺负他 却被鲁智深识破 直接把混混们丢进了分池 不堪其位的混混便道歉求饶 才被鲁智深救上来 这天 拾去的混混们便上门道歉 好酒好菜地伺候着 原来是想拜鲁智深为师父 这是杨柳树上的鸟叫声 扰得众人耳根不清静 混混们便搭上扶梯准备驱赶 却被鲁智深叫停 只见他把外衣一脱 捆绑在杨柳树上 随后调整好位置准备发力 眼睛透着血丝 没多久 杨柳树被连根拔起 小弟们被折服得五体投地 随后便拿起千斤中的禅杖 耍起了账法 刚好被路过的林冲所看见 再被一顿夸赞好 便邀请林冲切磋武艺 你手无寸铁 还带着枷锁 你如何拦得住他家 随后鲁智深便发起了进攻 却被林冲轻松化解 二人打得也是不相上下 切磋结束后 询问得知 林冲是受奸人受害才沦落至此 随后便被官差带上枷锁准备带走 知己难求的鲁智深 便和林冲拜把子劫为兄弟 林冲还把自家娘子交偷给了他照看 随后林冲便继续上路 路途上 三人来到一处客栈歇脚 不安好心的薛霸董超 把林冲灌最后 便接了一桶滚烫的热水 来到林冲面前 随后把他的脚按到热水里 双脚被烫的皮都掉了一层 不仅如此 还质疑让林冲继续赶路 走到脚上鲜血直流 几人走到一处树林 此林换为野猪林 薛霸董超便打算在此处理掉林冲 于是便把他捆绑在树上 你放心 我这水火棍一下子打得沉猛 一下让你脑僵蹦裂 叫你痛快的投奔来世 少吃苦 董超说罢便准备动手 关键时刻 一把缠杖飞过来 直接斩断了棍子 原来是鲁志申一路追赶 随后打倒他们二人 正要结果二人之时 却被林冲叫停 鲁志申只能停手 随后救下林冲 可林冲执意还是要前往苍州 鲁志申没有办法 只能下扶削罢董超 继续护送林冲上路 林冲则让鲁志申赶紧回东京 免得找来官府之祸 经过长途跋涉 林冲也来到了所发配的监狱 也将会在这里被逼上绝路